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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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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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多看几个题目就可以了 但是早晚都是要看那些结果的 然后再往下就是比较正常的学生 比如说就是我们刚刚说那种 每天如果复习三至四个小时的话呢 也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你每天需要去复习的 就是你需要去复习的内容就会 就是你每天都会要去复习前面一天的 就是你复习的内容就会多一点了 唯独一个区别 就是你就记住啊 不管你是多少天复习 你就记住你每天都要去复习前面一天的卡片 就是ABC的那个卡片 然后同时就是刷一下你昨天刷过的题 比如说你昨天刷了十个题目的答案 然后你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第一件事就是去刷一下 昨天刷那个十个题目的答案 这练你脑子反映了一个速度的 而且以问我有一个建议 就是我会建议他们说找到自己的那个 你刚才听的那个特别好 就是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个 就是schedule 就是你应该知道你是几点的时候 是对对对对 但是我们可以给他一些general的建议吧 那就比如说 lesson one two nine 就是结构 你觉得是适合 觉得是结构可能就会适合什么样子的 就是什么 当你感觉怎么样的时候 你可以看结构的课 就比如说你刚才说那些 预测题目 预测题目答案 你觉得是应该放在 就是当你不productive的时候 什么就是比较累的时候 就看看课了 我会这样 就是感觉 感觉 对 因为你带着他走那个逻辑链 好像户智 token 对对 它就像一个基础版 如果你的结构打不好了 你怎么去写对吧 对然后这也是每天复习 然后呢预测题目答案 就是感觉很累的时候 预测题目答案的理解 是在感觉很累的时候 然后预测题目答案的复习 然后再加上ABC卡片的复习 我自己都是这样 随身带着卡片 就是零碎时间了 这样你不觉得压力很大 我自己从头里说是这样 因为这个写作课 跟我复习口语的那个套路 是一样的嘛 就是零碎的时间的时候 还真是这样的 我会零碎的时间的时候 就是过这些东西 然后呢当我脑子很清醒的时候 我都会去看 因为我都有recipe嘛 我会看recipe每天复习 然后预测题目的理解的话 我们不都是在我很累的时候 跟你一起做模拟考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 还有什么要补充呢 我觉得可以安排一个 早晚的复习时间吧 对 尤其是工作的吧 如果你工作上 你早上可以预一个小时 去看一个结构 或者是一个lesson里面的小topic 大约40分钟 那已经很好了 嗯 你是建议早晚的时候是看结构 还是早晚的时候看词组 我会建议看结构 就是早上看结构 我喜欢晚上看 哦你是这样 我喜欢早晚看一样的 反正就是要么结构 要么就是词组 去复习的时候 这样的话 就是固定下来 就不要说 今天你早上看的是结构 明天你早上敢看词组了 不要这样 就是把它固定下来 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自己 我早晚都是看结构 我中间的时候是看词组的 那我可能下午 上午的时候看 看那个结构的新起末 那我晚上的时候 可能就会理解一下 看的视频 就会这样 你想说的就是 同一个时间段 对同一个时间 做同样的事情 对对对 对我以前也是这样 我那两周考到七的时候 我就是每天早上九点 做听力模拟考 对对对 这个很重要 我之前考四个七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 就是我每 就是当我听力 还很差的时候 就是六分的时候 就是这样 我每天都是早上 做听力 然后接着去做 一个阅读的模拟考 接着是协作 然后我就去上课了 然后晚上的时候 我再去做听力的 那个听协 因为我听力很差 所以我会再加一个 听力的听协 再加一个阅读 都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同一个时间段 做同样的事情就可以了 好 我们讲完了 这个协作的问题了 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吧 你看还有要补充的吗 我没有要补充的吗 学完文化类的 对 你学完文化类的前面五个 就是前五个预测题 已经 好 学完 好 五个预测 五个预测题目 答案 然后就开始口语了 对 为什么呢 因为从这个 Lesson 2开始呢 令老师在写作里面 是教你怎么去 慢慢的延展 所以你应该把这个技巧 也用到你的口语上 不要等 为什么你不要等 因为你习惯了 一直写一直写 你说不出口的 对 对 对 我们上周 就是有一个提 就是有一个免费课程 让他们去复习一下吧 就是写作和口语 怎么样去安排复习 我们录了一个那则课 你们可以去 到时候以往可以把那个 放在那个微信里面 你们可以去复习一下 然后呢 我们建议就是 如果你这两个在一起 开始在一起复习的时候 以往你觉得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没有两个在一起复习过 有什么建议 就是他一天就只有三四个小时 大概多少个小时给口语 多少个小时给写作 在这个口语复习呢 就是如果除了跟老师上课 就是一天一节课的话 你零碎的时间 应该让给口语 口语不需要那种大块的 比方说你看了写作 你觉得很累了 你消化不了了 你想去吃个午餐 然后午餐之前 你去看刚才你上课口语的那种小卡片 或者是你刚才跟老师聊了什么东西 就15分钟 比如说早上 你刚起床的 早起的时候吃早餐15分钟 然后10点的时候又15分钟 我不需要学生 以一整片的那个复习状态 因为那个太有效果了 大会的时间就是给写作 看预设题目答案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你之前去就是走路过去那个Zoom的时候 你都会发我录音记得吗 所以我都是零碎时间的 对因为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学生说 老师我是在国内 我没有这个语言环境 其实不对的 你可以为自己建立这个语言环境 对呀 每一个小时的15分钟 自己跟自己聊 对呀我觉得你说这个很对 还有他们说这个没有语言环境 这个原因 那国内大把的学生可以考到 七分和八分 就是你需要去给你自己创造这个语言环境 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 就是你需要自己去跟自己去聊天 这种大块时间是给写作的 然后你建议大概有多少时间是给考虑的 一个小时 就是没有这种固定的对吧 就是不要让他们固定说 没有固定的 如果他如果他是几乎就是每两个小时 都会有做一个15分钟的话 他一天来说 in total is about two hours 真的 然后你觉得 太累 然后你就是想聊一下 然后比如说你有一个老师的话 你就发录音给他听 然后他就听了 觉得哎不错 就是逼着自己去说 不要说自己没有语言环境 这个是可以做出来的 对因为我记得我之前也是这样 我之前考考虑的时候 我最后一次考过的最后一周 不是没有学习吗 但是我那一周居然是状态最好的那一周 我之前那几次不都是没考好 你还记得吗 我之前就是最后一次考之前的那几次 考虑没考好 然后最后一次过了 但是我最后一次之前那一周 我记得很清楚 我没复习啊 我不是去做我的春天不可能吗 你让我复习 我没有复习 到时候第二周没复习 到时候第一周才复习的 也是我把我的那个复习的量给减少了 然后但是我就会觉得量减少之后的话 反而会更好 就是我定住我的那个口语卡片吧 然后我这样的话 我就不是很紧张了 不然的话就会特别紧张 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 我觉得不需要口语的话 我真是过来人 不要太纠结那个口语的预测题啊 你就把那几个表达方式 用了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 就不断的跟你的口语老师去聊那些表达方式 这个比较重要 到时候考试的时候 你就直接上你那几个表达方式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去太纠结那个预测题目的 对 然后预测就是刷题吧 就像写作一样 你看到哪就 不要那么的 然后尽量多给时间给写作是因为你有一个输入的话 这样你可以用在口语里面 口语里面就是把那个词组 因为现在写作课程的词组全部都可以用在口语里面了 所以这样如果你大块时间给写作的话 你就会更好去理解那个ABC词组 自然就会用到口语里面了 我觉得现在就可以这样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四项都不好的话是怎么做 这有多少人四项都不好 很少吧 我觉得 不是很多啊 我建议那怎么办 那你就没有办法了 至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六十分钟是给听写的 对 一百次吗 就是盯听 跟读 听写 没有时间了 肯定 那这样的话 就至少六十分钟是给听写 六十分钟是给阅读的 对 然后上下 对 可能不要事项都放在一天吧 对吧 对 就是 我们给学生安排的 就是不要 我觉得阅读是可以 删掉的 我是这样建议的 就是先 我们可以先分一个第一阶段 就是Fist Month Fist Month的时候 你第一个月的时候是这样的 你就先是六十分钟 我们Priority肯定是给听写的 给听你听写 我们之前讲过 怎么样去做听写 然后我们六十分钟的话 是给 我们大量的时间是给写做的 一百二十分钟是给写做 然后零碎时间是给口语的 就可以了 零碎时间 像我们刚才讲的那样是给口语的 然后再到你的第二个月的时候 实际上你那个SQ就标了起来了 标起来SQ之后的话 你就不需要这么长时间听写了 你就可以隔天做一套 听力题了 你就不需要再去做听写了 隔天做一套听力题 一套听力题时间是三十分钟 然后这个时候 你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去看那个阅读课了 那就是每天有六十分钟 阅读这个是每天的因为我们现在最好的效果也就是 就虽然那个有一个学生是四分考到八点五分一个月 每天都是一个小时 然后然后后面还是时间 有可能你得写作时间 那写作你第一个月的全部都会了吗 我觉得你后面一个小时就够了 去复习一下看 但是在第一个月的时候 写作一定要把所有预测题目答案 理解好 所以第二个月更多的就是复习了 我觉得写作就是复习 然后口语也是复习 所以你有更多的时间去弄阅读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做的一个最好的一个 一个复习计划了 你不觉得呢 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他停顿了一下 刚才我说话了 但是你听不到 对我听不到 你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 我还有补充的就是 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太那个太急了 所以你不要去逼着自己 一定要事项完成 所以你第一次考试的时候 你可以把那个注意力放在那个听写跟写作 OK 然后在第二次考试的时候 是放在听写写作口语 你应该这样子 不然的话你把 你只是把全部时间放在这思想 然后很想很想一次过就考过的话 我真的觉得如果它是思想都不好的话 它需要三个月 两个月不是很有 只有三个小时 对对对 每一个月之下考一次 你不能说我三个月学完了 我才去考一次 这个不是很理想的 而且你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做得很好 对那我觉得是这样的 那就这样吧 就是第二个月就不需要再去看那个 你不是说第二个月建议去考一次 主要第一个月考 就是主要看听力和写作 我也是这样的 然后第二个月的时候 我们再考一次的话 主要是看听力 然后写作和口语 所以第二个月你可能口语上面有更多的时间 对你的听力跟写作应该是稳定的 对 明白吗 然后自己算对 我稳定了 你第二次考我的方式对了 我稳定了 我就很开心 就会很淡定了 你就不用说 我四项都不好了那时候 那时候你只有两项不好 可能就是口语跟阅读啊 对吧 对然后我们最后一个月的时候再能阅读 因为阅读还没有学生考过的 所以你不是太担心 所以最后一个月的时候再加上阅读就可以了 因为写作相对来说稍微难一点 需要你更多去理解 所以最后一个月的时候再能阅读 但是听力基本上就是稳定了嘛 那可能后面真的写作一天就30分钟 然后口语就30分钟了 这样你会看到说 你每一个阶段的关注点不一样 那第一阶段肯定就是写作和听写和听力 第二阶段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时间多一点的时候 就是多了一个口语了 然后再到三个阶段的时候就是 但是你在你的听力啊 那一想要去沉浸了 好 然后我们再总结一下吧 第一个月的时候就是听力和写作 然后第二个月的时候加了一个口语 第三个月的时候又加了一个阅读 你们就记住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呢 每一个月的时候都要去考一期试 因为如果你现在是真的一天只有三四个小时的话 真的不太现实 你在两个月之内可以考到四个期 因为你是四门都差呢 同学那不是就差了两门懂了吗 好 然后我们下面看一个小测试 然后我们希望这个课可以帮助你更好去计划复习 然后你可以在微信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你要如何去调整你的复习计划 然后收藏 就是如果你收藏微信版本的同学的话 可以跟你周围的一些小伙伴去分享 告诉他们怎么样去调整他们的计划 然后我们的课件下载是在keysells.com dailylesson的页面 你也可以去看之前一百多个就是免费课程 我们每天去更新一个免费课程的时间 是微信公众 在微信公众号更新 末尔本时间早十点钟 然后关注微信公众号 还可以去注册七天的免费课程 让你可以具体学习一下 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就是预测题目的答案 就是用这40组 能够的ABC词组去回答的 网络课程任何时间地点 全部都可以去收看 然后你还可以去深入了解一下付费课程 最主要一个特点就是告诉你怎么样 用很少很少的万能的ABC词组 去回答那一百多个预测题目的答案 然后这些题基本上可以百分之百命中考试真题 然后我们这课就讲完了 然后希望可以帮助你稍微去更加去清楚一下 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复习计划